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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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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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扣掉房租 最大压力 南北扣扣 也是国立大学 也是国立大学 那他回到高雄去做 他现在去做副校长去了 他现在在高雄做 那就要他选了高雄 他如果当时同样把百万 在台北买房子 那栋房子 我记得 应该两千万 对 大概将近三千万的房子 他就需要拿回来四百万 这可以知道南北的差距嘛 这个当然是国家整体发展的一个问题 这个点 台北的房子的确是让 在台北想要工作的年轻人 非常非常痛苦 当然我们现在教书 很早就提醒同学 可是这个提醒只是 帮助他设法 透过他现在打工也好 透过读书也好 透过家庭也好 尝试去寻找一个方向 就像刚才两位年轻人朋友一样的 因为很及早的知道自己方向 所以他就可以准备 他就有将来的工作 发展就会比较稳定 可是究竟这是理想 我必须要承认 不管我怎么样的提醒大家 及早把自己的方向 职场生涯的方向抓住 可是我看 大多数的 可能过半 还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是 走哪条路的 还是比较浑浑噩噩的多 这点很可惜 像你这么优秀的儿子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我逼他的 不过我儿子跟我女儿跟我讲 他身边的人 他们做的统计是80%的人 不知道他们会 他们就每天 那家长跟司长 对啊 所以就要帮助他 真的要帮助他 要帮助他 就是说 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福气 如果很早就知道 像我举办公司有同学 要走漫画的 甚至于有个同学 他想走一个非常特别的行业 他想跟赛车有关 在八年前 他就年轻的时候就跟我说 他考进来就跟我说 他根本不想念社会科学 他先走那条 我就鼓励他 他现在成了吗 他其实现在周边工作了 OK 在欧美地方 那他很早就准备 因为台湾没有这种学校 台湾根本没有这种环境 你就必须要家长或者老师要帮助他 走那条 只要有就好办 可是现在没有 没有怎么办呢 他当然就会毕业以后等于是延长赛 他只在潮流中间选择 比如他考国考 考取率只有2% 但是因为大家都说要考 大家都要考 大家就毕了业 还有六个月读书 不工作 专心念书 因为不专心念书考不了 这个叫延长赛 现在这种国考也好 正照考太多也耽误了 所以现在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社会怎么帮助他 我发觉这一点 国内外很大的不同 我在欧洲念书那么久 我发觉到他们的大学生 一样的18岁的孩子 19岁的孩子 进到大学 大多数都知道自己的方向 大多数 我们刚好相反 为什么会如此 我觉得很值得要检查 我们来回头看一下 最近大家都很在谈 就是所谓的这个假期打工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个联合报的case 是澳洲摘水果学会不爱钱 我必须要说 这只是很多案子 一万三千人在澳洲打工里头的几个故事 我们不能当成全貌 但是姑且看之 31岁的陈正恩 如今是大村乡最年轻的葡萄农 不再眷念过去台积电设备工程师的头衔 他说到澳洲打工度假之后 发现澳洲人普遍不在乎别人 赚钱赚多少 很重视家庭生活跟享受生活 让他体会到依然自得的人生观 我才决定回到大村种葡萄 即使第一年只赚了20多万也不觉得沮丧 如果媒体一再强调赚人生的第一桶金 把打工度假变得很掏金 这很糟糕的 陈正恩说 很多外国背包客只带几百块澳币 就到澳洲去闯荡了 没有人想要衣锦返乡的 这是我们看到这位陈先生的case 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佑嘉 佑嘉现在应该也是新验所二年级 跟周凯一样 那你有打算从事新闻工作吗 还有我知道你有很多到国外去交换的经验 你所看到的国外的年轻人 可能年龄跟你们相仿 或者是比较年轻 他们是不是真的对于自己未来方向 比较确定一点 对 我认识的每一个人 就是他们在 因为我到波兰去 然后他们在那边 因为是欧洲大陆 然后他们其实在大学的时候 他们就会规划他们的暑假跟寒假 去到欧洲大陆 然后任何一个地方 他们就自己背包客的去旅行 所以他们不是家里钱很多的那种 对他们不是 他们只是想要圆一个 他想要看那个明星片 那个风景的梦想 他们去那边就去了 那经过这样的训练之后 这一些 因为我知道欧洲有些大学生 念三年制就毕业了 他们很年轻 21岁毕业之后 他们对自己的方向明确吗 对 他们会 如果假设他们不明确的话 他们可以先去做旅行 来去增广他们见闻 对 我们现在常讲说 去澳洲当苦劳这件事情 你知道澳洲的失业率是多少吗 澳洲八月份的失业率是5.1% 其实是比台湾还要高一点 但是他们还是有大量的 这种基层的劳工的工作 是没有人做 所以他们其实在十几年前就开始开放这一种 用度假打工的方式 我其实问过从澳洲回来的 我也去问过去日本 然后也是一样打工回来的这个朋友 我只问他一句话 因为薪水当然是都比台湾高 因为他们国民所的 澳洲是台湾的三倍 日本是台湾的一倍半 两倍左右 那我就问他们说如果你在澳洲或在日本 你的十一住行娱乐交通全部都跟台湾一模一样 你存不存得了钱 最好的说法是说可以存一点 最糟的说法 日本的年轻朋友跟我讲 他说那我会倒贴 因为住宿非常的贵 房租非常的贵 他如果十一住行娱乐都跟台湾一样 我要讲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如果把你自己的生活物欲压到最低最低 真的把自己当外劳 你当然可以存很多钱 可是你要长期存在下去的话 那就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你无论如何你从事的工作 是那一个国家最低门槛的工作 也是薪水最低的工作 你要在那个国家好好生活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如果只用钱的这个角度 去看这个打工的问题 度假打工的问题 我们不但载坏 而且我们其实误导了很多年轻人 你必须拉回来就是 度假打工的目的是要磨练你自己很多很多的能力 独立作业的能力 到异国去生活的能力 然后去吃苦的能力 语文的能力 各方的能力 你经过了这个磨练之后 你可以有所成长 而成长才是你人生 未来40年当中很重要的资产 不是那一年能够 请问一下 你赚了第一桶金回来要干什么 回来之后呢 未来呢 未来是什么呢 其实那个未来的前景 远比你赚了多少桶金 其实要重要太多太多了 不是说那个钱不重要 而是你如果长期来看 你知道你可以有阶梯式的 一样的你自己的成就在成长的话 你的人生也会幸福很多 对 但是刚刚明依挤了那个例子 林彦回去种不到 那很好啊 很好 这是你的理想 然后可能你家里本来做这个 第一年赚二十几万可能不多 将来如果累积的经验 然后产量又变比较多 或者你会上网 然后人家来网购 你就少掉中间剥削的 所以其实满满很多事情会成长 马总统今天他讲 他政府希望通过青年返乡的创业 让每个县市找到发展逆机 他还了解大专别生 都希望在北部寻找发展 这项计划是很大挑战 但人要寻求突破 那希望各部会注入鲜血 我们等一下接您的扣应 然后来谈相关话题 马上回来 想要飞上青天当空服员 机会得好好把握 可以脱鞋好好踮脚 航空公司大举真才 包括复兴 长荣和华航 不约儿童 挤在九月这一周招考空姐 基本条件要具备大学学历 多以五百到五百五十分不等 讲究语言能力 日文 韩文 会讲台译 都是加分题 请你先注意到你的天气性 教官一对一指导驾驶模拟机 基建维护保养也是热门课程 尽管经济不景气 航空人才却缺很大 从机师飞机维护 到空服员和地勤演员 目前现有职缺将近两千个 连带考照门槛也放宽 助理技术师 只要五十岁以下高中职毕业 领友良明镇 保证班上课时速满七十二小时 训练中安排面试 月薪三万二起跳 航空公司除了本身 它需要这个维修飞机之外 另外也接了很多 国际航空公司的单子 那台湾本身的人民的质量 品质算是比较好的 加上亚洲市场发展快速 波音公司甚至预估 未来二十年 光是飞机维护技术人员 就要增加十万八千三百人 飞行员七万两千七百人 就怕人力断层 航空业招兵买马 脚步更积极 确实我们看到 现在在这个毕业之后 很多年轻人面临失业的状况 在航空公司工作 其实尤其是对女孩子来说 是一个很向往的职业类别 那最近有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我们国籍的航空公司 两家都要招人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的这个招募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复兴航空 大学毕业多亿五百五十分以上 那最好会讲日海语文 要招九十五个人 而华航的部分的话 多亿也是五百五以上 就是多故事高手 当然自己的资历越多了 会更好要招一百二十五人 而在长榮航空的部分的话 多亿是五百分以上 初考当然长榮一向都会讲台语 然后呢要招一百人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确实啊 光是现在 我相信很多女孩子 已经在准备要考这个工作了 那我们再做几个年轻人 我先问一下Zoe 我刚刚有跟你聊过 你有想过当空服员吗 没 稍微想一下 那为什么后来又打消主意了 因为我怕 一个人住饭店 然后又怕 飞机失事 所以Zoe是那种 他会自己考清楚 我不要什么 然后就不做这件事 但是你有很多同学 已经是空服员了 对不对 他们考上了 然后大家对于 考上空姐的反应 因为我问过他们 他们怎么说 我说你们不怕飞机失事吗 他说应该不会 现在很少 然后我说那你怕一个人住 他说他也不怕 那薪水当然可能比一般的年轻人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你觉得他们的打算是要把它当成是一个退休的地方吗 还是他们怎么去想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没有要把它当成退休的 就是想说做一段时间经历一下 至少要体验过看看 OK 那周凯你应该 你现在就是我们很多台大女生要去考空服员 台大不多 以前大学的同学 是新的 对有一些比较多 已经在当空服员了 那他们 你自己觉得像你现在念新研究 你觉得 好像航空业这样的特殊行业 会是一个好工作吗 就我认识的一些学姐或是同学 已经在飞了 然后他们其实 其实不太会想要把它当终身的一个工作 其实他们现在 就是看到他们有时候在Facebook上面会发一些 什么抱怨工时长啊 然后很累啊 然后什么的 然后就已经在还在 还在说 有没有大家可以分享新的工作机会给他们 就是但是因为碍于他们有签合约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是 虽然不喜欢 但是还是必须得做 他们其实一开始也是觉得 这个是一个很光鲜亮丽的行业 但是进去之后才发现 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 好 那所以刚才我们跟这个又加聊了一拜 我想问一下又加 你现在新研所 二年级了 准备要写论文了 你打算要做新闻工作吗 嗯 还是有梦想 然后呢 但是你的 你觉得新闻工作 但你 你觉得一定会进得来吗 你打算怎么样进到这行业来呢 嗯 就是我想要先从工赌开始 然后因为之前都在做其他的活动 所以就是可以认识 我觉得可以从靠近 就是有同样兴趣的人开始 然后你就会认识 有一样兴趣的人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方法去做 因为就回应说 有些其实年轻人是不知道方法的 可是其实可以靠近那些想去的人 你有想要去考工赌业吗 有 因为我一直 为什么 对因为我其实 我自己觉得我有一些亲和的能力 然后因为我也很喜欢 就是看到人家开心 看到人家笑 所以呢 而且我的 我有觉得我可以就是去解决 国外的可能在外国的乘客当中 会有一些困难的能力 是 对 所以董哥我们看到了 为什么今天会把这个题目当头呢 因为确实航空公司招人 不只是空服的工作 它还包括了机师 当然标准特别高 机师赚的也不少 如果你有办法能够成为副驾驶 驾驶的话 平均薪则25万元 但飞机维修根本是独门绝活了 7到10万 空服员5到10万 地勤人3到5万 因为现在这行业里头呢 其实运输业算是蛮蓬勃的 可是也是今天非常激烈的 对 非常激烈 那我们可以看到台湾人 学生很多数值很高 常看到国外的航空公司 到台湾来招人 比如说卡达 那都是几乎万能空向 大家认真因为薪水高 但是我们看到 其实做这一行的 它不只空姐 也不只机师 其实它有很多 我有很多同学 他们是过去 家境不好去订定 空军机械学校 然后当司官长退休 要退休之前 人家就到处来找你 好的很 以前我们是认为 他们是班上功课最差的 现在都好的很 那我们看 其实说明了怎么样 说明了这种 技职是很受欢迎的 它的程度大概只有高职 可是它非常受欢迎 技职教育现在又断层 黑手摇篮梦一场 这是报纸的标题 他们认为怎么样 政府太偏心 根据教育部统计 平静一名技职学生 享有的资源 比一般大学生少十万 立委蒋乃馨指出 日前 陈院长先是要打造 台湾为世界级的黑手摇篮 但政府长期忽视 技职教育体系 技职学校 学生年年减少 人才断层协用 肉差问题早已出现 现在要打造黑手摇篮 师资人才要从哪里来 我们其实也最近看到了 台铁开火车不错 有三分之一的机师的火车 就少了这个驾驶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 北部台北还少6000到8000个水电工 你怎么找都找不到人 然后执行中心到处招人 来的很多是比较三四十岁的中年 因为他在外面碰壁的 他认为说来做水电 只要半年 在技职中心半年 然后协会的出去薪水 大概五万块 四五万左右 觉得是很不错的 所以技职 其实是应该比较考虑 我不知道 其身你们现在在做人力 这一方面 这一方面是不是比较强手 或者客户的需求比较多 对 技职一直在缺 那我们在节目里头 也曾经讨论过 水电工没有人做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原因呢 熟令自知呢 教育出了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在台湾 刚刚封印说162 其实实际上大学是163所 技职院校呢 是77所 240所啊 相当于这个大学的这个学校 好了 那以前啊 这个水电工呢 只要高职毕业 他就能够去做塞亚头 然后呢 就跟着学 然后可能他以前要三年四个月出师 那因为你是高职的 所以说可能出师的时间会 会更缩短一点 好 可是现在呢 当高职的学校的这个设定的目标 是让他们考进技术学院 或科技大学的时候 那他在这个操作上头的 这个实务课程呢 就减少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以升学率 作为招生的号召嘛 所以因此做得少 书读得多 或者是 以这个升学来作为一个宗旨 然后来作为这个招生率 好的 那接下来念到技职以后呢 念到科技大学 做得更少了 为什么呢 到了科技大学 他觉得他开始可以动嘴了 本来高职他动手 念到大学以后 他就觉得他是动嘴的 因此才会造成了 我们实务操作的这个人 不够嘛 看之前有个报道 七十个里面有一个吧 高中之类的 对 所以这个你可以想见 这个落差这么这么的大 是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大家都会说 这个工作的环境 对年轻人不友善啦 不好找啦 但是我们要扪心自问 尤其是先要踏入社会的朋友们 你自己觉得 不要说是专业 你的心态 工作态度 工作伦力准备好了没有 所以我们引用了是 行政院老委会职业凶练局 全国就业 一网里头一份的 职场技能大调查 上班族为自我在职场上 竞争力评分 我们先来看一下 评分标准 四十分以下 还有四十一到五十 五十一到六十 六十一到七十 七十一到八十 八十一到九十 九十一到一百 自认自己的一个表现 已经是上班族了 在这个最高标准的是零 八十到九十的是七点八九 七十一到八十是十八 六十一到七十二十三点六 那绝大多数是自评 不及格的 有百分之四十九点九七 所以如果上班族的朋友 在自我评论 我们说他不是客气 谦虚 他真的觉得 我好像没有这么棒 这么好 那还有什么指望呢 所以但是我有另外一个事情 要跟大家请教 我更害怕 我觉得刚才齐晨讲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会导致 整个社会跟着跑 就是政府一令出了之后 他可能就会有 无法逆转的一个 好的结果会坏的结果 我们看到格奎宣布说 要打造台湾成世界级的黑手摇篮 我一点都不觉得非常开心 我觉得这个政策一讲完之后 就像当初教改一样 全部都变成大学了 是不是有这种恐怖的事情会发生 我觉得我们的官员 现在不要讲这些 很空泛的口号 什么叫做世界级的黑手摇篮 我先讲一下就是说 我无论如何 其实先确定志向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技职教育 本来就已经很缺了 对不对 但是有很多受了技职教育 毕业的人 结果他不从事这一行 这不就是缺上加缺了吗 所以那天南港高工的老师 我跟他同台 我说你们班上毕业的学生 有多少人会留下来 就直接在这个行业 不到十分之一 所以好不容易教出了一般的学生 结果只有五个留下来 你当然是缺上加缺 那到底师资人力哪里来 我这边讲一个 我觉得产业界现在已经看不下去 就自己来算了 因为你要教育部去投资 在技职教育上面 他哪里懂呢 所以现在我知道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知道说 那个低机维修员很缺 对不对 而且他们预估未来缺的 缺的离谱的缺 所以现在长荣跟华航 他们直接任养学校 然后从学校里头呢 你一定 对 不是 他就是要从这里面找学生 你要够优秀 你就可以成为我建教合作的学生 我平时发你零用金 然后你寒暑假 一定要到我这边来学习 然后你在学习的这一段期间 我给你的是学习的这一个津贴 并不只是零用金而已 但是你毕了业就必须要到 我的这个 有点签约的 对就是签约的 那就是你要来念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是确定说 你要当飞机维修员的 那就不会说念到一半 然后念完了之后 结果落跑的 那刚刚其实很草率的讲说 返乡创业 我其实是反对的 就是说如果我不 我创业这件事情 其实是辛苦的 你要做好所有的准备 你必须要懂所有的事情 那返乡 你还必须这个地方 你非常的熟悉 还不如说你确定了志向 比如说你真的喜欢动手做 那我不会真的鼓励你去水电工 我会鼓励你去产业链最完整的中部地区发展 因为中部的这个精密机械业 只要你是肯动手做的 在这个地方 因为产业链最完整 坦白说你的技术到一定门槛的时候 你还可以buyer掉老板 然后你可以去找到 你自己更好的工作的条件 那可是条件是说 你要条件够完整 所以你如果是喜欢动手做 你到了这一个大的一个环境里头 保证是出头天 所以先确定了志向之后 就比较知道说 每一个行业里头 最好的一条路在哪里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现在这个我们还是要说 很多工作需要直缺 可是那青年朋友 一来你的学习 有没有在这个队的方向上 二来呢 我还是要提出一个呼吁 我觉得政府现在在提药方的时候 不要再讲说 马上就讲 我们要打造世界级黑手摇篮 因为可能是另外一个悲展的开始 都没有技术人员就黑手摇篮 然后呢 说这个要城乡平衡 就搞了一个返乡务农去了 是 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结果 更让我们觉得 很多社会跟教育的资源 可能会被浪费 还是要 我觉得要静下心来 好好地检讨 不要随便滥开药方 接听你的意见 新北市的余小姐 余小姐您好请说 余小姐 来宾的言论思维正确与火 影响观众及年轻人的影响很大 李远泽把我们的下一代搞砸了 现在又遇到全世界不景气 高职高中的人数减少了 每一个人都是大学生 如回到以前高职的薪水 比大学生少 是理所当的 没人讨论 因为以前的大学生毕业 程度能力经验 远比高中职毕业生 更为老板肯定 谢谢您的意见 不好意思我们时间关系 所以我们才说呢 现在已经事已至此 如果任何的改进方式的话 请不要随便开新的单子 把我们旧的问题解决吧 台北的乌先生 乌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 是 您的意见是 您好 因为我以前从事过这个企业的顾问 而且还做过国际合作的关系 前面讲的澳洲这个学生 我们以前政府 各国先进政府都有这个叫做国际合作的这种 所以这个我认为不应该把这个案例拿来跟我们这个 这个学生下的这个职业 谢谢您的意见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特别看到 因为最近有媒体的用一个非常耸动的标题 说什么沦为台劳 所以我们才希望声音能够再平衡一些 大部分的年轻朋友到国外留学 去做个度假打工 他们其实是想体验生活 那倒不是说 每一个人去到转一桶金回来 像过去什么华工在美国铺铁路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新北市的庄先生 庄先生您好 请说 你好 我今天要谈的是平均薪资的降低 政府是最大的杀手 我不敢讲 是说贵个节目的忠实听众观众 但是我好像没有听到贵节目 很仔细的谈谈过人力派前夜 现在人力派前夜 启胜兄应该最了解 其实是平均薪资降低的最大的杀手 政府更是元凶 我希望贵节目能够早一个时间来 好好谈这个人力派前 为什么政府要派那么多的人 好 谢谢您的意见 但是事实上呢 我们当然这个触及的话题也很多 不过我还是起身回 您这个观众讲的对的吗 人力派前夜是心之低的原因吗 现在人力派前 其实已经在我们台湾 已经有40万 都是人力派前的这个工作 它叫做非典型的工作的形态 政府 刚才这位观众朋友说 政府是最大的元凶 是因为政府它的故宫 是民间的40倍 是最大的派遣需求的一个主体 然后呢 所以说因此呢 老团一直希望说 能够不要做这个派遣工 但是呢 事已至此 日本的邻近国家 是40%的工作 是来自于派遣 所以恐怕 这东西又回不去了 又回不去了 但是怎么样 现在恐怕是要健全这个派遣的体制 然后呢 因为这个 这个是企业 它自己的选择 你知道 这恐怕又不能去逼迫它 所以很多事情 就选一个安全可靠合法的 回不去的时候 回不去的时候 要从这个技术上面 再去做一些讨论 接着我们回答 第一个问题 现在经济如此不景气 但是这个国营事业 好像年终奖金 还是继续照发下去 这对民众情感上 其实是有一些落差的 有没有道理 马上回来 泡面特价67 刚好267块 267 应该是两天的早餐 加上午餐 吃两碗牛肉面吧 就这样子而已 拿267块来加油 换算955千 大约可以加7公升 可以跑多远 我们帮您试算 7公升汽油 汽车大约可以跑133公里 机车可以骑175公里 以汽车平均油耗19公里来算 顶多从内湖开到阳眉 就得立刻回头 骑机车 往板台北板桥 两大车站 算一趟 大约能跑7趟 267块就没了 基本公司保卫站 对150万名基层劳工来说 像是无感加薪 劳委会主委王如玄 却为了他 紧急面见隔魁 传出正月没有力挺 双方不同调 我相信正月 一定会充分考量的 紧急灭火第一招 说老板还在审慎评估 灭火第二招 强调自己没有辞职 本来就是已经时工 所以我们一本初衷 听得出来 王如玄最近过好受 如果基本工资 在明年元旦调涨 中小企业老板 每个月就得多支出 4亿元 再一次把时机不对的风调 贴在基本工资 这颗烫手山域上 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工资 既然 现在大概决定不调 不调的理由是什么 说最近的经济 联系九个蓝灯 可能比它不好 那就往后延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看 其实很多基础的劳工 他领的就是基本工资 可能社会上多数的人 百分之九十几的人觉得说 基本工资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刚好那一些人是有关系 所以你讲到这个 就会很多老团出来 对政府有非常多的批评 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这个社会上 你可能顾到某一些人 还是要顾到某一些人 我想基本工资这个事情 我希望他赶快定案 因为其实定不定案 他都有他的这个理由 在那个地方 那现在月薪不调的话 那时薪到底调不调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大的关键 因为跟打工族 有非常大的关系 跟我比较想谈的是 本国对不起 你们这些设定有一个议题 就是台铁的年终奖金 这件事情 我其实是很想要谈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的 独占性的国营事业 说穿了他亏不亏损 他赚不赚钱 很简单 价格提高了他就赚钱了 价格拉低了他就亏损了 那可是价格如果提高的话 你愿意吗 我想每一个人从荷包里头 要拿钱出来 没有人愿意 我这样讲不是说 要替台铁讲话说 他们就应该要 要发这个年终奖金 我意思是说 因为没有真正客观的一个 烤鸡的一个平和标准 他们的烤鸡不应该是用 赚钱亏损来决定 他们应该有一个客观 比如说 在运输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的效率提升到多少 你的人力的成本 就是你的人力的结构上面 然后使得你的效率提高多少 这其实是有一个客观的绩效成本 我觉得用赚钱跟亏损来看 独占国营试验 其实很荒谬 其实刚才奉行点出一个问题 我觉得其实每一到这种 不景气的时刻 而且明年已经决定 公认为不调3%了 大家看到在不景气的同时 台铁中华邮政公司 桃园机场公司 台湾港务公司 原则上的其实去年 整体来说都是一个 像是台铁是亏损97亿 中华邮政是赚 桃园机场是赚的情况之下 这会儿就说怪不得这么要考公职了 因为就算是这样子亏的话 也可以来发年终奖金 可是就回头来说了 因为他们是国营事业 有国家的任务 所以是不是要用这种标准 我觉得可以再讨论 但是一般的民众 看不了这么多 想不到这么多 他说你亏钱 那还有年终奖金 这心情的这个Kimoji就很差 我想请教一下 因为你做的是零售业 民众为什么会现在 最想要挑这些人来下手 骂他们原因 就是因为景气不好 你做零售业 最大的感受就是景气 真的是不是从去年 跟今年的比较是怎么样 有下滑 怎么说 从你的业务同期来看 你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 你自己的生意受到多少影响 因为去年 去年的时候是人潮一样多 我跟今年人潮差不多多 但去年的时候人潮多 当然相对买气也会高 但今年的时候人潮多 但买气没有高 所以你自己才这样子 你就可以感觉到差异性了 对不对 那你们同行之间 现在打得怎么办 现在是9月的这个时间 大家的这个生意怎么样呢 9月初很可怕 9月1号到4号的时候 是大家刚开学 然后人潮变得比较少 又还没发薪水 所以我们生意 很明显大家都不是很好 但相对好的还是很好啦 对 那我们这种就比较小店 还是还好 但那5号之后 发薪日那一个礼拜 真的还不错 但是整体来说 比去年是差的 对还是差的 所以我们看到董哥 你看到这个景气 是他们做 不算是很大生意的人 一般零售业的 卖吃的都会感觉到 所以为什么有种相对剥夺感 就是因为景气真的不好 所以看到公务员 如果这个时候 不管加薪也罢 或是他国营市 有奖金可以领也罢 就会情绪非常的低落 这样子 对啊 但是我又看过一个书记 像我们上个礼拜谈 台铁要去开火车的人 少了三分之一的缺 没有办法 邮局啊 起胜最清楚 邮局每年都在考 台铁也是每年都在考 尤其考了当邮务员 大概会干满一年了 干满一年 一年流动力 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几 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就是说他发现 好辛苦 虽然是公家的 不干了 这个情况很严重 对 所以你比如说 还有邮差的流动力也很高 都是属于 相对比较高的 台电的那个爬电线杆的 那个流动力也很高 可是我那个台铁 我还是要想要讲一下 我觉得大家看得非常的不舒服的原因 是在于说你亏损 你还发到这么高的这个流动奖金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 就是国工营事业 它的那个烤鸡平和的那个标准 跟民间企业是不太一样的 民间企业是比较是利润中心制 他们在 他们的平和标准是什么 你比如说 它的这个铁轨的修复率有多高 它的换轨率有多高 然后铁轨铁轨的那个换 那你的搭车的误点误班的这个比例有多高 那如果说你都有跟同期有下降或什么 这就算是绩效好 你知道吗 所以绩效好就要发了 那这个就 这个不是 我们民间不是这样 我们这个时间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请这个邀老师 我们30秒来做一个结论 给我们同学 邀老师 我同意 国营实业不能用亏损来做标准 亏或赚 可是 他既然是国营实业 他为什么要比一般的公教人员 他要多拿年终奖金 这一点他必须要有正当性 他比公教人员领的年终奖金还高 多的多嘛 他为什么不能像年终 也公务人员 他既然是国营不按照亏损 所以周凯 怪不得这么多人要考公职吗 9万到15万 9万到15万 我自己亲戚都还在 已经毕业一两年 都还在准备考试当中 但是你会想到公务员吗 不会 这跟我的个性差太多了 所以你觉得说 就他们都能年转型手 我的个性没有办法 但是我爸妈就一直想要叫我考 他一直叫我先考着放也好 我就一直想要拒绝他妈 是 那又加呢 你怎么想要帮我们做个结论 不会 我觉得如果年轻人 他们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的话 其实可以靠近那些 跟你们同样兴趣趣味的人 然后呢 不要怕竞争 不要怕害怕因为你才可以知道你自己在哪里 这是一个很正面的想法 对 台队今年 去修铁道铁腿刚起胜讲的铁轨 到办公 到办公 今年有一个博士 那这靠 那我问他为什么来 他要找工作 你当到 读到博士其实压力更大 家里给你期待这么高 所以他应该去当到办公 那我讲 年轻人 你从小就要把志向定好 就像 我们有这么多 有些小孩是这样的 对有些小孩是这样 那你 夜早盯 盯下来的话 往这个方向去做的话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千万不要练了四年大学 是浪费了四年 今天谢谢你收看 谢谢 感谢你收看 我们上周再会 拜拜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